给中芯F50装上小空调 大流量下载后 F50的表面温度只有十几度 这样就是最好的散热方案吗 其实中芯还有款同配置的大机器 中芯M3 我们测试一下两款机器的温度差异 目前这两款机器已经断电放置很久了 它的温度已经趋近于环境温度21度 我们用热成像看一下 都在21 22度左右 我们先测速然后跑个实际流量 看看它的温度能上升到多少 目前F50已经开机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表面温度 它的表面温度稍有上升 大概是24度左右 目前CPU温度是33.98度 很低 然后目前的信号是多少呢 是-86 这个角度的信号还挺好的 -86 然后我们测一下速 测速都在300兆左右 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怎么样 测完三次之后 它的温度上升到27度左右 这个地方上升到27度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CPU温度 CPU温度43度 目前性能模式是开的 接下来进行下载测试 连接的是移动云盘节点 速度可以跑到500兆左右 速度没有什么变化 基本上都在500左右波动 然后跑完了之后 我看一下它的CPU温度到多少 跑完时机流量用时2分44秒 我们看看温度上升了多少 CPU温度刚刚到73度 现在又慢慢的下降了 67度 整体均匀的发热 外表面的温度是36度 温度最高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热 卡槽到这个标的位置比较热 接下来使用中芯M3 这个机器的配置与F50是一样的 只是它没有默认带卡槽 需要自己改卡 为了模拟正常的发热情况 我把它的后盖也盖上 它的发热主要在边缘啊 可能在这个地方 主板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下面这一块 后台显示CPU温度29.4度 然后它的信号是-97 它信号到底为什么差一些 同样先跑三次测速 速度在300兆左右 CPU温度到了38度 接下来同样进行实际流量下载测试 连接相同的节点 下风的速度好像更快一些 跑完时机用时2分29秒 好 我们看一下CPU温度 CPU温度只有51.82度啊 确实是51.82度 我给F50加上半导体散热器 温度会更低一些吗 因为刚刚看到它的发热部分 是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最热的地方 贴到这一面金属上 然后拉开 夹住 现在F50的CPU温度是30-36-7度这样 还在有一点变化 好 我们先测一下速 还是模拟之前的情况 直接跑宽态吧 现在CPU温度到39度了 环境温度还是21.9啊 这个温度没变化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跑10个G的流量 加了散热器的情况下 下载速度依然没有提升 还是比M3慢一些 跑完时机流量用时 依然是2分44秒 让我们看一下CPU的温度 赶紧赶紧赶紧 现在CPU温度是56度 加上这个风扇之后 这个东西的温度 跑10个G之后的温度 就和这个M3差不多了 就是M3不加散热的情况下 与这个加了半导体散热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它信号值虽然更低一些 但是实际上测速不如M3 就是同样的位置测速是不如M3的 M3和它是用的一样的芯片 但是M3的天线是这样一圈 是比较大范围的一圈 这个F50只有一个小范围的一圈 所以整体天线分布上它是处于劣势的 然后再加上它温度比较高 和这个M3比确实是比较弱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温度分布 冷冷的这一面都是这个半导体 给它散热的这一块 但冷面是16度左右 中间的冷面在慢慢的升温 手摸上去也是很冷的 我每次测试只跑了实际流量 无法触发F50明显的高温降速 短时间内跑更多的流量 也不符合通常的使用情况 日常使用中更容易触发F50高温的情况是 环境温度本身很高 比如夏季或者F50放在包里等散热不畅的地方 为了模拟高温环境 我在F50下面放置恒温加热台 首先我把加热台温度设置为100度 加热台的屏幕显示已经升温到了98度 因为F50与加热台的平台接触面有缝隙 和F50外壳塑料的导热性能差 F50的升温比较缓慢 上表面温度目前只有39度 后台显示CPU温度49度并缓慢上升 接下来我正常跑流量 看看什么时候会降速 这温度好像上升比较缓慢 因为功率表和线的下压导致F50上翘 接触面很小 F50的温度上升比较缓慢 我又把加热台提高到了140度 现在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 等到降速的时候我再回来看一下温度 现在速度下降了很多 在200M左右 几时 甚至还有个位速的 此时它的温度在90度左右 说明这个温度下会明显降速 然后我再返回测速页面 继继继续测试它的极限 现在速度变得非常不稳定了 我们再看一下CPU温度 现在是101度了 这个页面测速会暂停 温度也会慢慢下降 继续返回测速页面 测速只跑了几秒 然后就不显示了 这个状态其实是断网的 返回温度页面也无法刷新 我现在把加热台去掉 F50放到充电宝的铝合金外壳上降温 等它恢复WiFi后 我们再看看它的温度是多少 这样可以大体判断它的温度上限 它的WiFi消失应该是外围硬件断了 因为WiFi指示灯一直是亮的 现在手机上WiFi出现了 我赶紧连上 然后再进后台看一下温度 当前温度98度 结合我之前的测试 它的断网极限温度在100度左右 我再试试测速 网络是通的 速度能跑起来 但是速度不太快 只有两三百 我给它套上三热器背夹 加速降温 CPU温度很快降到了80度 立即测速 发现此时速度正常了 能够比较稳定的跑到500Mbps 通过这一段测试 我发现F50CPU温度不超过80度 问题不大 但长期使用温度再低一些会更好 总结 中芯F50最好的散热方案是换成中芯M3 F50跑实际流量后 CPU温度能到73度 同条件下的M3只有56度 哪怕F50再套上半导体散热器 也比M3高几度 我看到很多网友拆机改F50散热 拆机就意味着失去保修 与其拆机改F50的散热 不如拆机改M3的卡槽 我的中芯F50购买价格是293元 M3的购买价格是259元 M3默认不能插卡 需要自己手动焊接卡槽 自己动手的成本在5元以内 如果你找别人改卡 费用大约40元 总价格与F50差不多 但实用体验有明显提升 我已经果断化成M3了 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